台湾今年的经济恐怕只能够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闷 经济成长率已经下修到1.42%,是14年以来的新低 这是让年轻族群感到特别的焦虑 一份调查就显示,年轻族群最烦恼的几个面向当中 财务状况就排在了第一位 尤其非常担心会存不到钱,而且收入没有成长性 这样长期下来也无法累积财富 新鲜鸡蛋一早到货,新北巷弄内的包装厂 产现作业大捡,忙着擦拭再装盒,双手没停过 到今年以来从开始缺蛋,政府在进口蛋 然后再造成这个蛋的疑虑 那整个买气其实是下降的 为了挽回顾客信心,店家投注人物力 全力维持品管,但买气就像是现在的天气 可是相对的在这一波,一两年整个涨上来之后 虽然回下来了,可是我们发现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是缩手的 大概缩几成? 大概掉有20%左右 因为你说鸡蛋很必要,但是没吃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对不对?忍一下一两个月,大家恢复正常之后再来买 真正的阻力在于消费力 金融企业近期调查发现,年轻世代的快乐指数 满分10分,平均只有5.47分 其中绝大多数为了生活开销财务所苦 原因是赚不够,变得不敢花 人力银行也统计,今年第四季 由9成3的上班族做出抗涨准备 外冷波及了热络的内需市场 闷经济又找上门,上一次也是政权交接之际 这段闷经济是从2015年的2月 一直到2016年的年终 那个时间点当然是政府有呼吁 要设法拉台内需鼓励消费 但是因为也处于这个政坛问题 所以也没有寄出很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那那次摆脱这个闷经济最终的结果 就是说等这个终端需求开始复苏 大环境下的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 今年10月来到106.93 几乎笃定全年预测数将高于8月预估的2.14% 当前两年的全年通膨率 从1.97%增至2.95% 同时期的薪资年增率 反而从1.74%逐年下降 只储蓄不消费成了生活哲学 共享模式的崛起 其实就是另一个角度写照 手机一扫就有铜板电源可用 曾有人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那小资共享经济就起于手头紧 我们这两年当中平均每一年的业绩 基本上都成长一倍以上 在以共享的整个物品的使用的族群当中 大概25到35之间是比较大众的 然后以我们来讲也是女性为相对多一些 我们要去使用一个东西的成本 比过往都还得很高 可是我们把它碎片化 把它切块 可以让它用比较低廉的价格 来去使用到它想要的分时的服务 消费形态转变 使得薄利多销 变成显学 其实没有说什么叫绝对利空或利多的产业 因为我们来分析台湾的经济表现 主要就是依靠这个出口导向 台湾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所以说如果国际的金融 国际经济情势不太稳定的时候 那台湾就会受到比较大的波动 那相对经济表现就会比较差 但这对于整体经济成长率并非正向影响 当研究机构预测 今年再度进入保一工房站 主机总处日前也松口 台湾正转入 低缓成长 台湾最重要的这个拉台GDP成长的引擎 还是商品出口 所以说还是要等到这个终端需求 欧美的需求市场开始出现比较显著的复苏 那订单开始这种回流等等 那才能够看到这个 这个闷经济获得比较这个确实的解决 民众对于数据终究是陌生 有钱就能花 才是普世感受 预告了又冷又闷 还带唇暖 TVB的新闻 徐坤山约府 台湾到 而要刺激经济台北大巨蛋 能否扮演关键的角色呢 附近的东区商圈 曾经辉煌一时 不过租金现在已经跌到 一瓶只要8000块以下了 而大巨蛋的落成 包括像是棒球娱乐观光产业 都能够看好会带来庞大的商机 让东区恢复昔日的风华 而北市观光局就表示 未来台北的跨年活动 除了101大楼的烟火之外 也会加入大巨蛋的光雕 打造新的亮点 加油 集满1.6万多人 坐在全台第一座室内巨蛋 看棒球赛替选手加油 这一刻等了32年 大巨蛋的启动意义重大 大巨蛋举办球赛或演唱会 这种大型活动 士兵会聚集人潮 而在活动结束之后 走出来左右两侧 分别是信义区还有东区 也让附近店家 看好他所带来的商机 你看一下过个马路 只要在开打的前10分钟下去 其实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打开窗帘 大巨蛋就在眼前 老牌饭店正好绝佳地理位置 当然得好好把握 从硬体设备到行销 早已先朝前部署 打锦赛是从12月3号 就是上周末开始 其实我们几乎是满房的 也因为他们带动了 我们整个饭店的住房率 将近4成 台北今年这几年 其实在这个部分 几乎都到中南部了 最大的原因是 中南部高雄的一个场地 他们几乎都可以容纳 比较大的一些观众 那未来大巨蛋大家不用担心了 他大概4万人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的这个大型的演唱会 我想对我们饭店来讲 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营收 可以来增加我们的一个商机的机会 光是从雅锦赛就观察到 中南部甚至国外球迷 拉台定房率 每场比赛若都是几万人涌入 带来的效应可想而知 明年3月日职独卖巨人队确定来台 与中信兄弟以及乐天桃源友谊交流 更是对台湾办国际赛事来说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而大巨蛋还有另一大亮点 也就是办演唱会 相较于台北小巨蛋北流 大巨蛋容纳人数略胜一筹 若能吸引国内大咖艺人 甚至是国际巨星团体登台表演 歌迷们追星同时 周边的住宿餐饮观光也会被带动 其实这个效应也有整个 整个效应到整个到复兴 对我们从205项开了很多服饰店 然后甚至一直到101项 那边都有开很多餐饮店 为没落已久的东区 注入活水店家摩拳擦掌 光是从串联推出的评票跟享优惠活动 短短两周就号召100家业者响应 那我们在这半年之间我们盘点 大概进来东区展店 接近有70家左右 所以对东区来讲 是非常大的春宴来了 在擅长的时候 它的人潮大量 几乎七成都流到东区来 那针对业经济这方面 大家也是我所期待的 曾经的消费形态改变 疫情冲击 让东区不少老店家歇业 不过控制率已经下降至10%以内 大巨蛋及一旁设立 还在准备中的台北最大购物中心 SOGO City 甚至星光三月钻石塔 都是关键因素 是否可能有在人潮的部分 会从中校复兴 一路延伸到大巨蛋 甚至于发展到新一计划 去形成一个长长的 一个商圈的逛街廊道 那另外一个发展是说 可能会以大巨蛋松烟的为中心 那它会发展一个新东区的聚落 但是无论如何怎么样的发展 都可以观察到 就是东区相较于过去全盛时期 确实可能要再回复到过去的容景 需要一段比较长的经营 大巨蛋时代来临 不论时宜住行 相关业者纷纷嗅到商机 但如何吸引活动到大巨蛋举办 以及提振东区商圈 是否效果持续 都是未来挑战 铁本新闻连至周宣 台北报道 而台湾的挑战就是少子化了 尤其是新竹县市 出生人口从2018就开始下降 不过十多年前这里是有婴儿潮的 而当时出生的小朋友 现在也要上中学了 不过竹北地区学校不足 只能够划设新校 而未来面临少子化 学校又可能够得 才并非小 接着孩子下课 国小门口一到中午 低年级学生排队而行 前往安清班 东兴国小位处 竹北京华住宅区 这里学校数量有限 就学需求大 已经开始进行总量管制 国小的部分就是总量管制 如果你提前没有入户籍的话 像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可能小朋友三岁之前 户籍还在台北市 结果等到六岁的时候 才发现说 可能总量管制 根本就没有办法 就进了就读学校 李小姐十几年前 嫁到竹北 丈夫是竹科工程师 育有两名小孩 巨大的孩子十岁 小四 李小姐表示 十年前出生的孩子 是一波竹科婴儿潮 以及龙年效应 从2011年到2017年 这段时间 竹北一年新生额 都在2000人以上 现阶段面临就学问题 因为竹北地区学校缺乏 因为学校不足 让家长伤透脑筋 现在小学的六年级 就已经在考虑 小孩子可能没有高中念 那如果说我们高中的部分 曾经没有到五家 或者是有一科 它不是擅长的部分的话 它可能就必须要到竹南 或者是到苗栗 这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就读 觉得就小朋友的就学来说 受教权其实是被影响的 他未来在高中 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今年 就决定让他小六就转学 转去所谓的私立小学 我就一路到高中 我不跟你在外面去竞争 所谓的没有高中可念 或者是最后他跟姐姐一样 他也去考北北基 陆续完工的有家风国小 文心国小 生理国中 文心国中 盼望解决学校不足问题 但大新竹地区最近生育率 却有所下降 根据记道显示 新竹县市近五年出生人口 2018年8468人 之后开始逐年下滑 2019年8370人 2020年7891人 2021年7671人 2022年7153人 今年前十月 新竹县只有3312人 新竹市2298人 合计5610人 虽然人排在各县市前段班 但下滑趋势明显 部分人士担心 过度盖学校 未来会在少子化趋势 面临存废病校危机 新竹县市出生下降 但竹北却出现学校不足 专家分析是因为人口过度集中 竹北跟新竹市东区最密集 以出生数据来看 2022年竹北出生人数1874人 但新竹县、峨梅、北浦乡 全年整厢出生人口却不到30人 人口增长过度集中成为问题 议员表示 现阶段要解决市区学校不足 十年后的少子化议题 未来还可以再规划 两所国小、两所国中 陆续的完成跟招生之后 大家可以想见 我们的高中未来就是会不足 所以在今年 我们也陆续积极的来争取 包含跟中央国教署 也跟我们新竹县政府 现在未来规划 新竹县政府 它会针对于实验中学 在新竹县这边来设置 跟大学端合作 现阶段如何有解方 专家分析 新竹这边一方面要继续盖新学校 满足精华市区人口需求 另一方面要辅导偏乡、国小 辅导转型、发展特色教育 双管齐下才能解决当前困境 整个高中不足的问题 需要中央国教署 跟地方政府来积极合作 共同来增加才可以来缓解 那么就学环境的优良 包含说你可以就进入学 或者是说有优良的师肢 交通上面 其实接受孩子或孩子自己的交通 都会比较便利一点 这个是菜羊 然后鱼 然后菜 城乡落差 趋势明显 虽然站在少子化风口浪尖 但竹北却有缺校问题 少子化跟人口集中 两大趋势 让新竹的教育资源 面临极大挑战 TBA新闻六号来明 新竹采谋报导 校园里面的特教老师 人力是越来越少了 问题就出在 他们的业务很繁重 每天平均的工时 超过12个小时 不过职务家籍 却是30多年来都没有涨 民国81年 从1200元调涨到 1800元之后 到现在都再也没有增加过 我就发下去 老师帮我交回来 我就同证 然后要做表格 然后到时候要通知家长 要办课外活动 每次都是大工程 先发家长同意书 统计人数 承报校内 都是他的工作 因为从事特教行业 十几年的金老师 不只要教书 今年还兼任组长行政职 在组长加级的部分 其实他是看年职 而且他如果说 你才刚进来菜鸟的话 其实他加级的钱 跟一般普通班老师 挂导师的钱是差不多 我多了一两千块 可是我没有寒暑假 可以好好休息 特教加级应该是算在 职务加级里面 他不应该是依照结束给予的 只好每年轮流 因为没人想长久 扛起组长重担 若只是一般特教老师 每个月能领特教加级 一千八百元 以国中来说 必须上满十六堂课 但如果接下组长 原先特教加级 就得按上课结束的比例扣除 等日本来就有特教事务 再多了行政业务 因此基本终点变八节 特教加级最多只能领九百元 即便有多了组长加级给的钱 却是按年资算 有些人算下来 只比一般特教老师 多了一两千块 工作量却是平常的好几倍 他例如说他可能接掉特教资源中心 他去担任主任 他没有受课对不对 不好意思 他一千把一毛钱都领不到 那可是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全部都是特教工作 那我今天担任跟特教相关职务 我理论上我就应该要领到全额的 而不是说像津贴的概念一样 我一节课一节课夹给你 国教署说他们认同 那他们也跟行政员这边有去反应了 那人事总署这边也觉得说 好像这样也是很合理 但是现实的状况是到目前还没有核定 还有另一个面向 让特教老师觉得很不合理 因为特教加紧从民国81年 一千两百元调整到一千八百元之后 就再也没有调整过 等于动涨了超过三十年 薪水没有往上涨 但是工作量却不断增加 32年前的一千八跟现在的一千八 大家就应该会蛮有感觉 我们希望可以调到五千五百二十 这样可以增加特教老师 就是更愿意留在特教这个领域奋斗 现在就是变成文书资料 已经多过于我们教书 还有陪伴小孩的时间了 所以大家就会纷纷就是出走 我本来人力就有限 在规定在导入大量的文书工作 而且是所谓的非本职教学文书工作情况下 老师的 我在学校能够做的时间 备课时间就年代会压缩掉 待遇迟无法提升 特教人才外流只会更加严峻 特教老师本身面对学生 就需要花更多时间陪伴 108课纲之后文书事物却大爆量 金老师特别列出来 国中特教老师平均工作 每天至少12小时 尤其在碰到绞交心平鉴定 评估的日子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我们让老师必须要把他要服务的学生 放在旁边请代课老师来带 然后呢我们这位老师再去做鉴定 而这个鉴定的对象 未必是未来的特殊生 我们必须要强调 因为鉴定就是可能有通过 可能没通过嘛 你得要有一个专职新品 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到专业的鉴定 然后呢专业的教学服务 业务日趋繁重 待遇却30年以上没跟着涨 教育部对此回应 为了提升特教服务品质 行政主管人员确实不应该 因检授结束而不能支领权额植物家籍 以含报行政总处争取 至于特教家籍是否调整 表示会考量各类教师待遇的平衡性 是教学现场实际状况 适时检讨评估 特教老师们愿意为学生付出 但现实面薪水也确实得考量 只盼相关单位真的把他们的心声停紧去 Tip的新闻罗世彭李延志就有宣吉隆报道 而健康方面 腰围其实跟寿命有关 因为腰围过大代表内脏脂肪堆积 罹患慢性病的风险也会跟着增加 肥胖是一个重要的健康议题 而腰围BMI体质率都是维持健康的指标 一般来说BMI大约24就算过重 大约27算肥胖 但这只是体重和身高两者的关系 有可能并非脂肪多 而是肌肉量大使得体重过重 因此一般都会建议搭配腰围 来评估未来代谢性疾病的风险 因为腰围过大代表着内脏脂肪过多 如果你是糖尿病的患者 这个时候稳定地使用糖尿病特定的药物 它的确可以降低脂肪肝的含量 不过最重要的事情提醒说 脂肪肝的背后还隐藏了脂肪纤维化 肝脏纤维化跟肝脏的一个问题 国际上面把腰围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女生大概应该是80公分以下 男生大概90公分以下 如果超过这个标准的话 就容易有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等相关的 我们叫代谢症候群 将来会容易产生包括像中风 心肌梗塞 等等相关的这些并发症 腰围是衡量人体肥胖程度 和内脏脂肪堆积的重要指标 而腰围和寿命之间存在有密切关系 除了看BMI 腰围也非常重要 腰围过大 中央型肥胖 或有啤酒度的人 肝脏 胰脏 心脏等器官 可能被脂肪包覆 随之而来是种慢性病 例如脂肪肝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心血管疾病等等 而腰围过大本身就是代谢症候群 这种代谢综合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均衡的饮食对健康很重要 所以在饮食当中我们要注意 这个碳水化物就是糖 淀粉 这个要注意要控制 脂肪的东西 油的东西也要小心 这个摄取 根据研究指出 男生腰围超过120公分 死亡风险比腰围小于90公分的男生 高出2.02倍 女生腰围超过110公分 死亡风险比腰围小于70公分的女生 高出2.36倍 与正常腰围的人相比 腰围过大的人与其寿命会较短 会延迟血浆葡萄糖节律 和脂肪组织的精英表现节律 长久下来可能导致血脂异常 胰岛素抗性和肥胖等问题 最重要是运动 那一天五苏果是绝对是有帮忙的 那我们一般期待就是说你的运动 至少要半小时以上 至少要到心跳100以上 然后再也就是定期追踪健康检查 因为现在发现就是 也就是说我们的癌症有在年轻化的现象 要为过大者会增加罹患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癌症 都要特别注意 保持健康有四个饮食小技巧 就是第一 每日进食时间长度 因维持在12个小时以内 第二 我们应该在白天较早的时候 摄取大部分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 第三 避免在睡前或者深夜 退黑激素浓度较高的时候进食 保持每日进餐次数和相对进食时间一致 这对改善餐后血糖和医疗素反应 有着关键的作用 医师提醒 腰围超标会增加各种慢性病风险 保持腰围应注意维持均衡饮食 少油 少糖 少盐食物为主 保持规律运动习惯 正常坐席与足够睡眠更重要 TVBS新闻 玲瓏士 陈如环 萧云强 李明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